深夜在日本的歌舞集丁走一走 时常能看到这么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 她们居无定所身无分文 只要有男人能提供食物和住宿 就会被她们当作神 然后自觉跟男人回家 吃饱喝足后 发生一些不可言说的故事 这些等待神来救赎的女孩 被称为神代少女 乍一听 仿佛就是出卖色性的战阶女 但知名逻辑鬼才豹子头曾说过 玩完了不给钱 那就不算卖了 因此 神代少女作为一种新兴产物 逐渐受到日本社会的关注 25岁的梅便是神代少女的一员 她已经在外流浪了7年 全身上价只有2000日元 她吃不起饭 住不起宾馆 平日里不是睡的公园 厕所就是楼梯街 最惨的时候 甚至要孤身一人睡墓地 与鬼魂为伴 因为担惊受怕睡不着觉 每天甚至只能休息两个小时 当记者发现梅时 她已经三天没洗澡 用公司的水龙头 冲冲刘海 随后用扇子扇一扇 就算洗头 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她每天的固定伙食 只有一根香蕉 梅笑着说 自己本来就不爱吃饭 因此也不算太饿 等到实在熬不住的时候 她就会去专门的约会咖啡厅 找个金镯 这类咖啡厅的玻璃 是特制的魔术镜 只有单边视野 女人在镜子后 被看得一清二楚 宛如橱窗里的商品 供男人挑选 看上后就陪吃陪聊陪约会 每小时三千日元 当然 在超能力的作用下 会不会发生其他故事 那就不得而知了 梅走到如今的境地 她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她一出生 就被诊断有发育障碍 父母并不喜欢她 她的母亲仿佛有精神疾病 情绪极度不稳定 父亲是个家暴狂 每天对她和妈妈全打脚踢 从她上幼儿园起 父母就经常让她 从这个家滚出去 无处可去的她 只能流落到父亲的公园 因为在家中感受不到爱 梅的性格切弱内向 从小学一路被霸凌到高中 久而久之 她连吃饭都得避开人群 一个人偷偷躲到厕所 高中毕业后 梅彻底被父母逐出家门 从此流落街头 一开始 梅也尝试过自力更生 但糟糕的心理疾病 却让她处处碰壁 接连被开除 雪上加霜的是 她的父母竟然夺走了 她的身份证明 让她成了一名黑户 在日本 补办身份证明 需要有居住地址 想要居住地址叫租房 租房需要正经工作做担保 而找正经工作 又必须要有身份证明 梅的生活就这样 陷入了死循环 走投无路之际 只有好心的中年大叔 或者年轻痴汉 愿意收留她 但通常都会提出特殊要求 这种以出卖身体为代价的生活 给她造成了极大心理负担 像梅这样的女孩并不是孤立 神代少女中 有很多都是因为父母的原因而离家出走 在东京新宿歌舞祭天的街角 有一片被称为东横的区域 无家可归的神代少女们往往聚集于此 她们戏称这里为疯人队 她们中有人遭受了家庭暴力 有人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这些少女都在等待神的救赎 实在等不到 就在广场上找个干净点的地方 顺势一躺 将就着过夜 眼前这名16岁的少女 曾经也是神代少女的一员 和梅一样 她的身份证件也在父母手中 而父母同样对其漠不关心 没有钱 她只能露宿街头 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经常有大叔约她去酒店共住 给她地方洗澡 为她提供食物 当然 这些都需要用特殊服务偿怀 长期游走在犯罪边缘 少女的身体与精神都备受折磨 曾多次尝试自我了结 但是都没成功 如今还是只能靠身体艰难求生 但她心怀梦想希望攒到足够的钱 以后成为一名美甲师 不过 深处泥潭只会越陷越深 两个月后 记者再见到她时 已经是寒冷的冬季 记者身着羽绒服 仍然四次发抖 少女却依旧露着一双大腿 此时的她刚与一位大叔 恰他们业务 从一开始的不给钱就不算卖 到现在 已经能够心安理得地拿钱 在这两个月里 她曾多次被举报 抓进保护所 被父母认识的人收养 但每次都会跑出来重操就业 如此周而复食了几次 可以说每次扫荒行动都有她 因为天气太冷 少女也不得不住进了酒店 攒钱做美甲师的梦想 早就成了白日做梦 如今是酒店赚钱酒店花 一分别想带回家 记者尝试进行劝导 但少女依旧坚持营业 当记者再提起她的梦想时 她说连明天都自顾不暇 如何能想到十年 甚至二十年后的事 如今她疯狂营业 只为活在当下 晚上十点 疯人堆的神代少女们集结 相约前往情人酒店 这是他们的营业场地 也是暂时得以休憩的家 这里入住简单 不查证件 隔音更好 床更大 花样更多 甚至按场景细分为 教室 医院 小超市等 能满足客户的一窍患想 看着这群十七岁的女孩 一步步走入火坑 记者也不免感到有些心酸 随着神代少女的不断增加 如今这个群体鱼龙混杂 既有专业的从业人员 混入其中 掩人耳目 也有越来越多的神代少女 转为专业人员 赚起了快钱 而日本的老司机们 甚至专门建了论台 出起了攻略 堂而皇之地讨论 如何救赎这些少女 为什么神代少女的现象 会如此普遍 其实归根到底 还是经济原因 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 如今的年轻一辈 不得不面临着 就业难的困境 企业为了削减开支 开始大量雇佣 非正式员工 而日本女性 原本就业就很艰难 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一旦找不到工作 又啃老无望 慢慢的也就走上了其路 经济形势越差 风俗产业就越发达 而神代少女 只是现实的一个缩影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静视频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